韓國沒關係 韓國盡量爆 反正他們看不懂中文沒關係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喔 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 曾參加過韓國選手節目 Produce X101的 前外居練習生王君豪 在去年改副日本出道 最近回台灣過年的他16日 接受媒體訪問 提到在韓國的辛酸血淚史 練生死刑就是剛開始 就不會韓文啦 然後身邊的 朋友也都不會講中文啊 壓力很大啊 那時候又有節目嘛 那時候有一度想要自殺 那時候真的 那時候壓力太大了 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人生怎麼就 這麼 這麼難呢 因為電視上看就是開開心心嘛 可是當然你背後難過的時候還是難過 但是我沒有喔 因為我想要吃好吃的東西 在韓國和日本都帶過的王君豪 當然也會被問到兩天的差異 因為日本政府有規定 一定要給一定的數目 因為合約什麼都不是 然後還有其他的加成的一些什麼 所以比韓國好嗎 覺得很難 沒有看公司啦 韓國看公司 而參與過的選秀節目 produce x101 當時因為造假風波 鬧得沸沸揚揚 王君豪也超敢聊 可是新聞不都報過了嗎 就是其實主題曲 有些人是已經先學了 就三天 要背歌詞 可是那時候韓文也還是很不好 很痛苦 每天都 這哥知道要怎麼背好 要怎麼背好 然後又沒什麼睡 沒有辦法集中精神啦 然後後來看到新聞 他就已經不平安 那時候那麼累幹嘛 所以讓你選擇的話 會想去參加嗎 想去參加嗎 我也想再參加那個導演的節目 就是他們對我們公司 那時候的公司啦 他就對我們很有偏見 對我的跟我的隊友 其實都不是很 態度不是很好 所以那時候 我跟我的隊友就是 保守著又要被外界的那種 說你們 這個公司的類似人就是會 什麼吸毒啊 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就一直在講 連那時候在甄選的時候 那個製作人 你知道他第一句問我們是什麼嗎 他說 你們有沒有在吸毒啊 經紀人當下也在旁邊 經紀人還想 怎麼講出這種話呢 就很沒禮貌啊 其實當時不是有現場的舞台嗎 那時候的公司的事情 蠻大的嘛 舞台下會有些人說什麼 YG的小孩怎麼樣 什麼什麼 不好啊什麼什麼 就直接在舞台上 舞台下面講 反正就越錯越有嘛 就也不care啦 你就罵你們了 我就盡量表現 我能做到哪裡 就做到哪裡 以後一定要走滑路啊